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人们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很多时候,不会说话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 会说话,则能帮助我们在为人处世上顺风顺水 与人相处,掌握四种说话的心计 能帮助我们有更好的人员 赞美别人要有分寸 赞美的话,人人都爱听 但是很多时候,极尽赞美之言 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言过其时,空洞无误 会让人觉得很虚假 而且很多时候,过分地夸奖 很容易使被夸奖者变得骄傲自满 风俗通,杀君马者路旁而言 与云长历史重路 楚稿丰美 马肥西出 路旁小而观之 却惊致死 按掌力马肥 官者快马之走咒也 骑者驱驰不足 至于急死 关羽 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是历史上被人捧杀的典型代表人物 关于关羽的成名之路 我们耳熟能详 他曾带领少数人在百万军中涌斗 威名震天下 因此功勋 被朝廷封为汉寿亭侯 然而 成名之后的关羽 内心开始骄傲自满 虚荣心不断膨胀 这也为他走向失败 埋下了火根 说到捧杀关羽 我们首先要提到曹操 曹操对关羽李贤下事 非常器重他 甚至想留下他 但关羽却铁了心要去投奔刘备 这个时候 曹操竟然还增加了对关羽的赏赐 这让关羽觉得自己更不是一般人了 而关羽之所以能够成为蜀汉名将 离不开诸葛亮的支持和捧杀 当马超投奔刘备并被封为左将军后 一向高傲的关羽便打算与他一较高低 还写信问 诸葛亮自己与马超相比谁更强 诸葛亮回信说 梦起奸姿文武 雄烈过人 一世之劫 情 彭之徒 当与义德 并驱争先 由未及燃之绝伦一群也 以此吹捧关羽的英勇武功 这让关羽倍感自豪 还故意让手下的人传阅这封信 这也是关羽自信心爆棚 渐渐得意忘形的源头 但是最终捧杀关羽的却是东吴都督吕蒙 吕蒙在表面上对关羽恭敬有加 甚至还与他结下了友好关系 好让关羽降低心理防备 最后吕蒙在关键时刻 出其不意地偷袭了关羽的荆州 关羽大义失荆州 最终导致失败 这也告诉我们 一个成名的人 如何看待周围的人的捧杀 至关重要 成功背后的确需要一些支持 但太多的捧杀 也会让人失去清醒头脑 从而蒙受失败的打击 俗话说得好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所以一个人越是有才能 越要警惕被周围人捧杀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赞美是件好事 但赞美要有尺度 多说一些别人的好话 人们常说谁在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无人说 很多人都习惯于在背后议论别人 猜测别人的想法 这不仅造成了很多误会 也会让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和谐 关于在背后说人好话 《红楼梦》中就有这样故事 有一次 史湘云劝宝玉参加科举 将来好为官作宰 在官场也好有个朋友 更吃得开 但是这样的话 宝玉从小听到大 贾政日日耳提面命 王夫人每天归劝 连宝钗和丫鬟席人也说过 而他说 林黛玉却不会说这样的混账话 这话刚好就被林黛玉听到了 林黛玉顿时觉得又惊又喜 之后两人感情也越来越好 虽然其中也包含有银河的成分 但是我们也能看出 多在背后说别人的好话 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行为 很多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该拍的马屁还是要拍 老话说人有脸 树有皮 在人际交往中 奉承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无论是在商务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不难听到或说出一些奉承的话语 当然 也有人认为奉承是虚伪的表现 是迎合别人的需求 缺少真实性 但是 作为一个聪明的人 奉承的话该说就要说 清代才子圆梅在走马上任之前 向恩师告别 老师问他临行前都准备了什么 他说自己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恩师便觉得他不务正业 只学会了溜须拍马 但是圆梅对于官场看得十分透彻 他说官场的许多人都喜欢戴高帽 像他恩师那样高风亮节的人是少之又少 说话之间便给自己的恩师戴了一顶高帽 所以拍马屁并不是一味的阿谀奉承或者职场腹黑 掌握一定的尺寸 不仅能让他人觉得舒心 也有利于自己的人际关系 恭维的话要说到点子上 人人都愿意听恭维话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恭维虽好 但言多必失 如果一味的堆砌赞美之词 反而容易让人感到虚伪 装腔作势 所以不要贪多嚼不烂 鬼谷子中有 人言者 动也 己莫者 敬也 因其言 听其词 只有通过积极倾听和静心思考 才能真正理解别人的意图和内心想法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许多人总喜欢快言快语 正所谓吹笛要按到眼上 敲鼓要敲到点上 对别人的评价要有理有据 不要让人觉得你是在讨好八戒 孔子曰 巧言令色嫌以人 态度真诚 才能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 小杰 有句话说得好 说话是本能 会说话是本事 为人处事 掌握这四种说话的心计 无论是在生活 还是工作的社交场合中 都能得心应手 人们常说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能将白纸一张的人 渲染成五颜六色 在以父母构筑的小家之中 我们懂得了孝道与尊爱 在学堂之中 老师的言说 让人丰富了对于世界的认知 直到凭借自身的力量踏入社会 才体会了人情冷暖 万事艰难 无形之中 岁月流逝 每个人都各具特色在社会上立足 但是 有的人能成才称胜 享受名誉与富贵 而还有的人力经艰辛 怎么都过不好这一生 这其中的差错 可能是由自身无意识所养成的凶德 所造成的 看似对生活没有影响 但千里之低 毁于以学 这样的凶德 还是需要提早改正为好 作为距离 我们最近的圣人 曾国藩这一生起点极低 但却成就斐然 甚至享有千古第一完人的美誉 面对生活中的难处 他指出了为人处事 要避免的两大凶德 他认为古来言凶德质败者 约两端 约掌傲 约多言 而这两大凶德 究竟会对我们的人生 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这还需要我们细细去体会 骄傲自大 不为所容 曾国藩所点出的人生 第一大凶德 就是 哦 这样的心理是因为一个人 对于自身的地位成就 而过度膨胀与炫耀 这样的缺点 看似好像无伤大雅 但却会毁害自己 也不被他人所容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这样的道理千百年来 一直被世人所传送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人在社会上能走多远 所依赖的是自身的学识修养 在知识的汪洋中 应该用尽时间与精力去汲取精华 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样才能独树一帜 永开先河 成为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纵观历史的长河 成为贤胜的孔夫子 王阳明等大家亦是如此 倘若只是对自身所拥有的学识 而沾沾自喜 这样又如何能够更进一步 守着自己的成见固不自封 只会被奔腾不息的浪潮拍打于岸上 即使本身学富武车 但却养成一生傲气的凶德 那也是不能受人敬仰 也会限制自身发展的 在风起云涌的三国时期 关羽作为英勇的武将被世人敬仰 但是他虽然有勇有谋 为刘备的大业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是其百逆一书 最终却败于自己的骄傲之下 当年关羽镇守荆州 在他集结大军出征的路上 收到了吴国要偷袭荆州的消息 但他却不以为然 认为自己驻守的兵力强势 敌人无法破除 但是骄兵必败 荆州果然失守 关羽也没有了退路 最终败走脉城被敌军俘虏 克死一乡 祸从口出 引栽上身 百病从口入 百祸从口出 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 免不了要与人打交道 若想要借他人的 视助自己青云直上 那这说话的道理 则是需要去揣摩反省的 信口开河 大说其道 不仅不能被人所赏识 反而会让人深觉瓜燥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看起来沉默不渝 但却能够一语重地 令人神清气爽 一味地向他人抒发己见 而没有实质性的见解 只会让人想要避而远之 所以这成熟人的说话之道 是少说 说理 说经 懂得明者保身 而不是胡言乱语 隔靴抓养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样反而会将自己 推入不利的局势之中 半君如半虎 与权臣为伴更是要谨言慎行才好 杨修年少成名 保读诗书能够参透他人所想 这本是城市的好禀赋 但是他却因为乱说话 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曹操本就生性多疑 侍奉这样的主上 应该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 在一次战事中 曹操正陷入僵局准备撤退 杨修见此情况 便收拾东西 并将此事告知他人 因此祸乱了军心 得知此事的曹操大怒 最终以胡乱揣测的罪名 将其杀害 在这乱世中 杨修本可凭借自己的学识 有所作为 但却因为多说了一句话 而惨遭杀害 实在是可惜 小节 人生短短数十载 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修炼 从最初的不安事事到能与人相谋 我们将会学会各种各样的品德 对待父母的孝 对待师长的敬 对待他人的善等等 这些都是得以成事的条件 但是 倘若修得了百种善行 但是 为人却鞠躬自傲 不懂得说话的道理 那也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只会白白辜负了自己的努力 这种得不所长的烈性 还是尽早改掉为好 静悪 静悪